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上任后第一场公开行程 就是到人四路十九项少将顶一带 陪同当地博爱里里长会刊 议长同志委积极争取的自来水供水改善工程 除了要求自来水公司改善居民反应 可能因为工程失作造成的车损和意外损害等问题之外 水公司也承诺将在农历年前完成改善工程 让当地博爱里长十分感谢 三四个月前因为我们这边那个蓄水池 那个老旧的蓄水池坏掉了 那我们在大家联署请我们议长去帮我们奔跑 才申请这个专案处理 那结果在这个整个进行中有出现问题 那我们非常感谢议长一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跟他报告他就马上过来 就协调这些相关单位来做一个比较妥善的处理 由于这里的供水都是由孝匠咖加压打水到上面 孝匠顶的住户 但是因为老旧自来水管线口径小 加压上和蓄水池都藏有问题造成供水不稳定 因此议长同子委积极协调 争取水公司从南农新村一带拉管线 由上而下供水 协助当地近百户居民改善五六十年来供水不稳定的情况 我想这个这个问题长期大概影响孝匠定大概五六十年 那因为我们长期那个因为以前那个时代 那个水管的配置大概也不清楚 那所以如果从孝匠咖打上来 我们长期有近百户的居民是长期在处于供水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请自来水公司来设计规划水源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从南农路南农新村上面的蓄水池 把水重新配管接管把它拉下来 让孝匠定跟孝匠咖的居民都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供水品质 有点遗憾在施工中的过程 那有厂商跟这个居民有产生一些纠纷 那我们今天也希望在里长的这个大家一起来协调 把一些问题相关解决 那把我们这个其实因为供水改善是一个美意跟好意嘛 那希望不要再有造成一些状况跟意外发生 那我们也要求自来水公司几包商都要为我们的居民负责任 包含施工的品质 然后还有施工中过程的一些器具摆制 我们今天都一并协调跟要求 那我们也要求自来水公司在过年前一定要完工 务必让我们博爱里的居民在这个过年 有一个完全不会有停水的状态 童子伟强调他非常重视这项供水改善工程 要求在农历年前完工来回报博爱里居民 对他的支持和爱护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